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书看习劝人方 三条大道子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世沧桑 这个下午是平时灌场 今天来了三岁房子 第一呢是下雨 早晨起来呀 九点来着 我就清白哗哗哗 这哪儿脱水劫又怎么样 这够呛了 老话说呀 刮风简单下雨全无 尤其过去是五天地演出 一张下雨刮风就没有人出来看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天桥 郭老师在那儿签名寿书 新出的自传三文集 在那儿有一个小型的发布会 大部分的钢僧呢 都去那儿 买书的签名 我们大夫说完呢 也得去 我们也好凑哥 买两盆 应该用签名吧 他出了挺多的书了 我最喜欢的 就得说是画说北京 这本书是不错的一本书 为什么说这本书不错呢 它里边都是一些小故事 这些小故事呢 有当口相声 也有传统的评书故事 但是说的都是北京城的事儿 如果没有朋友 你可以从网上买一本 画说北京也不贵 我觉得比他现在出的这个自传四文集 要强得多 这书对我们有用 自传三文集 我们拿着没用 您生活中我们也都能见得着 所以这我们并不兴契 他还有一个书叫水谷 是当初他在山东吗 还是在哪儿入的 一套长篇评书 就叫水谷 网上呢 可能只有那么 不到一分钟的一个小视频 穿蓝的小罐 还留着大分头 白胖白胖 说这个 最近人家山东 把这套资料给了郭老师 手下人给打出来 这个也是准备出版的一部书 这个要正出版 那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好事 因为它这是传统的评书 水谷钻 这现在基本上都属于诗传的书 刚才是颜鹤像给您说这段西汉原意 也叫楚汉象征 这书不好书 情节啊 按我的术语来讲 太温 没什么大的情节 也没有什么热闹 您往后听吧 不要往后听 不要多聊 哈哈哈哈 厚厚 此煞清楚啊 像鱼 像鱼奇异 牛邦奇异 把兵进咸阳往后 人们卖剑扫心 十年埋伏 九里山 真正的两军将场 一对一的打 这书里都很少 它不像赌汉 也不像三国 这个书大伙都熟 唯独这个西汉 电视上演的也少 说书说这段的更少 所以大伙对里头有些人物啊 并不是印象太深刻 他能说这书 咱实话实说 有点不要脸的意思 哈哈 也是喝不去 他说的就是不错 下午休息 待会儿呢 还有郭琪给您说这块 黄金梦 这是我师父清川的 天天在家里给念活 什么叫念活 口传心兽 他叫黄金梦 不骗您各位 真是口传心兽的书 师父多忙啊 每天抽出来四十分钟到五十分钟 给他念 师父在家里自己说一遍 他拿着东西录 录完了自己 再分析再整理 他不容易就在这儿 我说啊 这儿就是亲生的 哈哈哈哈哈哈 口传心兽 给我念多好 我说四十分 人家四分钟都行 我说你快歇会儿吧 人家是亲的 哈哈哈哈 咱这口传心兽了 咱都干透了 咱俩 很不容易 口传心兽 我黄金梦 非常好 啊 我师父问我 啊 还比较关注 还比较关注我 因为我酷爱书书 也是他啊 西河门的徒底 哎呦 李云天说什么呢 象征名叫李云天 真正西河门我叫李景奇 啊 本名叫李根 我还是喜欢西河这名 李云天听怎么傻 哈哈哈哈 没办啊 谁不赐名 你说我就不要 他哪也不像话 已经在这儿上班了 哈哈 我还是喜欢这个景奇 那个 李云天说什么呢 他说那个 闹洋舟 我找金光寺 嗨 那叔叔挺热闹 啊 他说点大伙喜欢的 大伙喜欢 本来我们就严重了 大伙爱听什么呀 啊 爱听包子 那就听笑话 真正听书来呀 啊 美忙当中 抽福一下 我是宝贵时间 还是周五多 花花几十块钱坐着 还真得说话不爱听 有个观众说 我喜欢听刘斋 有的说 我喜欢听鬼神 有的说 我喜欢听短打 我说 我就爱听那个梦里花路之河上 我喜欢听过去 尤其宋自明的 才早第一次去别墅 那点我特喜欢 你喜欢不行 那我说不了 咱们 金光寺说完 啊 说点那个 神鬼 这小段也不会很长 刘斋呀 啊 北京的十事儿啊 包括我们后台研究 国庆林问你 不行你说小江湖 哎呀我还真琢磨了 这书写的还真挺好 我记着当初 我小的时候 买小江不看 没钱 买盗版 啊 盗版我买钱一门 也是 宝文堂出版社 访的人家 那要是真的 宝文堂出版社 有一套金庸的小说 搁到现在 值了恰恰 啊 反正换房子换地 咱不敢说 最起码能换到自行车 我看到版的 头一回都秘门 呵 把我生生的给吸引住 我还真以为是神鬼呢 后来才知道 江湖上寻仇 啊 我就琢磨着笑的江湖 有机会试一试 啊 如果大门喜欢呢 就继续往下说 如果不喜欢呢 就把嘎盗拿住 啊 再说点别 其实北京的故事挺多的 包括天津 都有很多的民间传说 可拿北京来说吧 很多条胡同 啊 离地安的墓园 有一个胡同 没有胡同两个字 但是这个胡同还挺出名 叫百花生畜 啊 这百花生畜啊 是这歌出名 啊 信乐短差 什么 玩耐为丢 不玩耐 不也温度 把走掉了的安门 对对对 我那边还想说 这百花生畜 是一个什么形容词呢 后来 无意当中看了 我买了一本书 叫北京胡同 啊 有一些传说什么的 打开一看 这才知道 有一条胡同 叫百花生畜 怎么叫这么个名呢 就是说很多年前 啊 啊 明朝 家里有老人都可以问一问 怎么没有改成 明朝万历年间 在这个胡同 那这儿都叫百花生畜 叫什么都没有记载 胡同里头 有一对老夫妇 这个都六十多岁了 但是一辈子无儿无女 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没有孩子 但是两个老人心态还挺好 啊 我们过得高兴就完了 有一个爱好 酷爱种植花草 外里头有一小院 那这儿四合院 不像现在 不怎么值钱 现在说要趁一定四合院 哪高的 我们后台 行文昭先生住四合院 祖上留下来的 那真到卖了些老头 价值连成 啊 这个花里头那是齐花一草啊 一年四季花香不断 你就打这个胡同外头走 提鼻子一闻 这香气都扑鼻 而且两个人种植技术相当高 就是说这花都快死了 拿到老人的手里 得多三天准能好 干嘛江四林都高兴 这些打红通的事过来一伙人 一小北手的这位呀 长得不怎么样 个儿不高 挫 挫胖 去黑 啊 而个性 头发剪短了 弄一套 后跟着一帮打手 打手 外戴帽子 鞋子 什么样都有 胖的真胖 瘦的真瘦 高的真高 矮的真矮 还不像头人 打手都一边有字 啊 云鹤曲消炉 藤四海 八个字的打手 嘴能卡 杀人如麻的呢 都得从云字里头筛 卡 从这儿梦 这挫胖的语文 蛤 蛤 什么味 这么香 旁边有人就说了 哎 这看不通 啊 老两口 好重瓜草 又有点漂亮 是哪 有您没见过的都 蛤 这挫胖的家里城前 有势力 在家喊儿 都问他叫我 郭儿 啊 我说咱去家里面 到这儿你瞧 哦 齐化溢草啊 神星星星星一般 我咱们咱们趁钱 我那宅子都没人家这么好 这宅子都得要 我们家有钱 官府有侍主 待人就闯进来了 那人老两口能答应吗 上来就拦着 三说两说就搭起来了 老两口无儿如女呀 岁数又大了 哪打得过银鹤就飘龙腾死 还真一样 哇 三下午除二 好可叹 老夫妻是一命不死了 打着银鹤儿都住这儿 你们这玩意儿写下 他一住这儿 这院里的花草就开始凋溪 全都死了 一夜之间全没了 啊 银鹤儿去 这玩意儿不想 找到花像给我从中 找了多少有名的花像 怎么栽培也栽培不起来 每天晚上就听院里头有人哭 这银鹤儿打什么 别看个儿错 胆子不小 撑着菜刀就出来了 大银鹤儿一看 院里站着两个人 背对着他 大银鹤儿一拍 两人一个胳头 把锅儿吓坏 就是他打死的老夫妇 锅儿啊呀呀一声 死尸在哪 这叫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后来这帮打手 得了 头都死了 咱别在这儿 也都跑了 但是后来有很多文人行政故 听到了这个传说 提笔的一文 葫萄里头 还有这个振振的花香 文人有文的话 就给这个葫萄起了个名字 叫百花深处 这是一段民间传说 就是北京的胡同人 也是千奇百怪 啊 什么什么事情都有 离咱们这儿不远 啊 宣武门 宣武门外 有一个小插锅儿 这个插锅儿不大 但是生意挺好的 说好到什么程度 三教九流 五行八作的人 都到这儿来喝茶 你说提笔架鸟的 那叫八七子弟 那叫凡家 到这儿鸟笼子 往这墙上一挂 去茶 上水 啊 我地儿都摆好了 谈天说地 也有的那进来 也愁悲不惨 挨失叹气 还有的进来 找一个鸡脚嘎嘎 往上一坐 干嘛呀 等胡 所以说这个茶馆 是三教九流 什么人都有 单说这一天 总有一个老头巴到这儿来喝茶 老头六分来送 穿得挺长齐 你瞧这头发梳得也挺干净 虚发皆白 脸上皱纹堆了 穿的衣服挺讲究 手里拿着一把扇子 这老头往这儿一站 让您一看 不敢小瞧 为什么气质在这儿摆着 人的气质决定一切 这个老头的气质是特别的好的 让人一看这个人有身份 老头天天来喝茶 大伙也都跟他客气了 人别让客气了 这老头究竟姓子明 谁是干啥的 谁也不知道 但是这天 老头跑我去叫过来 我家 哎 老爷子 给我七茶 好嘞 要最好的茶医 就说你这个茶馆里 最好的茶医给我上 我不把花钱 一会儿茶七来 老头啼鼻子一闻 啪一下子 把这茶都破了 婆家 我要最好的茶医 老爷子 咱这就是最好的茶医 你这个茶医不能喝 其我这个 大怀里头 那是一个小瓷瓶 小茶医罐 对 火的哪个干啤鼻子一闻呢 长这么大 没喝多这么好的茶医 哎呀 这茶医叫什么名字 他也叫不上来 也没好意思问人家老说 这个什么罐 喝什么茶医 只要说真正品茶的人 这是有讲究的 花茶 花茶就搁那个普通的铁罐了就行 蜜蜂好了就可以 啊 花茶得要他这个茉莉花香 啊 有的像那个紫沙的罐啊 啊 它蜜蜂效果差一些 但是透气效果好 可以搁一些普洱茶什么的 什么罐放什么茶 什么湖 漆什么茶 这都是有讲究 一会儿把这茶漆来 想盖玩 拿盖焖一会儿 不能用开水 真正开水的漆 把这茶医给砸死了 非得是八十来度四开非开的水 这是恰到的好处 老头端过来拿这盖撇这茶医 这一撇 这茶香满腹的都是 喝茶的人起鼻子就吸这味儿 哎呀 这一想 这是什么茶呀 哪儿买的呀 这是 老头儿偏好了 一看 这茶饭就是铝湯子 好的这种成果 天天来点喝茶 我家 老爷子 您有事儿了 你帮我找一个人行吗 哎呀 您说吧 只要是我认识 我能找不着的 我肯定帮您找 你帮我找这么一种人 胆大心系 为人善良 而且没有亏心善良 胆大心系 为人善良 还没做亏心善良 哎呀那 您找这人干嘛呀 啊 我想给他找点活干 帮我看个院子 一天两掉钱 一个月二两云子 嘿 儿老爷子 您这 一天两掉钱 一个月二两云子 哎呀 这是天着掉下来的好事儿 这事儿闹 你这茶馆 这是我舅舅开的 我腾不开身 你这玩儿 我要能腾开身 我就给您去了 您放心吧 我给您找去 找吧 找来找去 真找来以为 这就说我去 我用您这事儿 胆大心系 这两条我全占 我胆特别大 我心特别的系 老头说好啊 那你原来是干嘛的呀 我到路了 跑分绝路 我等吧 谁的分我都敢跑了 而且我还心系 什么东西都拉不下去 哦 能顾亏心呢 回见吧 转身就走 您想都跑来坟起来 能顾亏心吗 老头说 伙计你给我找的 这是什么人哪 胆大心系 为人善良 顾亏心 这四条是缺一不可 哎呀 我给您找吧 但是我这天 又找来一位 这个大东哥 啊 掌胸肉怀 一巴掌宽护胸毛 连兵落塞在屋子里 一瞧啊 满脸横丝绕 一看就横 这种往那一坐 老爷子 您这事儿我听说 找人看房子 党大兴器 我没问题 好 你跟我去 我赶紧去 行 老头一伸手 掏出两条钱来 小伙子 这两条钱你拿着 您这是干嘛 哎 钱你先拿着 咱不说了吧 一天两条钱 一个月二点文字 你跟我去看房子 啊 如果说晚上你看了还不错 这事儿就算是你的 如果说不合适的话 咱们再商量 哎呦 您瞧好吧 啊 有没有力气活 没有 就是看房子 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王 都问我叫王三 我一定拜他 大人大的王三 好 看你就不善 你真要跟我去吗 我真跟您去 不后悔 不后悔 好 辞意我来 一拽手 转身就去了 那位说他这宅子在哪 西单后边有一条胡同 这条胡同叫匹库胡同 在这个胡同靠西边 有一片大宅子 好吃一大宅子 现在已经荒废了 但是从这个宅子大小的程度看 以前在这住着的人 错不了 地位 身份 那都不是一般的人 十三进的院子 前院 前门 在匹库胡同 推开后门 就到匹 这胡同 这大宅子 老头到了门前 又问了问王三 你可想好喽 大大星系 您发现错不了啊 你可不后悔 我不后悔 一个月二两银子 这事儿我能后悔吗 好 滑喽 老头把钥匙套出来 打开锁医 推这门 吃呀吃呀吃呀 滑了 门分左右 往里走 一边走 老头一边熟 小伙子 我这院子是十三进院子 马日生 我看前两进 你看后边 从第三层院子开始 一直到后边都归你看 还发心了 当了第三层院子 逃开钥匙 把门推着 你瞧我 好强 方砖坑地 这边就西江方 院子正当中有一棵大树 那真是残天有树 浓荫洒地啊 这边有几个大的荷花缸 但是荷花缸 破了 一看这墙上 有大墙盆里 长这个荒草 长得一人多高 老爷子 我晚上就看这院子 对了 您已就睡这屋 带到这小屋里 一桥树里有一张床 这儿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边有竹台 晚上啊 你就在这儿睡 白天你乐意干嘛干嘛 回家 或者有别的活 我不管 但是到了晚上 天一擦坑 你可就得回来 直接到这儿 啊 你自己就在这屋睡 晚上呢 你就四处看一看 啊 别买了贼就行 哎 您放心吧 小狗子 可有一样 我得告诉你 您说 我出去 我可锁门 您干嘛要锁门呢 唉 您可别问我 不是说防你 我为我防贼 这院子太大了 攀帽贼 来个贼的 我跟人家煮的 有个好焦呢 哦 那没事 哎老爷子 您要这么把门锁上 那水怎么办呢 都给你准备好 你看 拿手一纸这墙角 插屋插门 水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晚上就在这儿睡 哎 您就放心吧 老头走了 嘩 把门插上 大大的忙三儿 就开始在这儿看这一万 到晚上 往床上一躺 简断结书 一夜无数 到了第二天清晨 头里这老头醒了 想要束束口啊 混身干净衣服 把头整理整理 直接到第三层院子这儿 掏钥匙开门 把门这一推开 往里一看 就看网子正当中这大树下边 占着一个根 谁不是别人正是王三儿 但是您得听明白 他脸冲着树 他脸冲着树 白冲着外头 老头这一看 就撇着撇走 哎 怎么这么没有群养啊 这有厕所啊 你怎么能在院里解决 哎 这年轻人呢 老头说的话 就来到了王三儿的身背后 拿手拍子 我说 就这一拍子 再看王三儿呼呼了一下子 老头拿手往回一勾 再看这大大的王三 再哭哭打 睡到在地 老头定睛一看 啊 啊 再看王三儿 蹊跷流血声 面目猙獰 老头叹口气 哎 你有亏心事 安静 到杠方 啊 叫人弄一口薄皮的棺材 把这服装棺材 找土主 找家做 帮着料理后事 该给人家多少钱 给人家多少钱 这一切都打点好了 老头又来茶馆了 往这一坐 火箭就过来了 那也得 啊 火箭 你还得帮我个帮 什么事啊 您说 找这个大大心系 为人少量 不亏心的 嘿 你强行说 其实啊 不瞒您说 大大的也有 心系的也有 不亏心的也有 就搁一块儿都没有 您琢磨这事儿 凡事儿大 他准做亏心事儿 你胆想他做不了那个 哎 你就帮我尝一尝吧 你想一想 一天两吊钱哪 一个月是二两银子 你干什么能挣来这个钱 倒说也是 我帮您想着吧 刚说到这儿 究竟这鸡脚嘎嘎 有人说过 火箭 这事儿 我来着 噗噗一声 水声音一看 你鸡脚干嘛 你大胖 好家伙 胖到什么程度各位 给岳云鹏捧的那孙岳你知道吗 孙岳跟他一比 算是瘦人了 胖到什么程度 这叫登登登登登 长胸老婆呀 别看胖 但是挺壮 嘟嘟嘟嘟 来到这儿 往老头跟前一坐 老爷子 刚才我都听说了 每天的粮调钱 一个月二两银子 大鸣大欣息 这事儿 我赢了 好 你赢了 哎 我还得问问你 除了看房子 好嘞 这事儿我用了 老头一伸手掏出两个钓钱来 我说 这两个钓钱给你 我 没点 我说先给钱 这天已经快黑了 你就跟不去吧 哎 简断结束 我又到这大宅子这儿 他要去推门 啪啪啪啪啪 门分左右 老头进来 把门对上 底下门插 就插好了 直接到了第三层院子这儿 一边走排着一边介绍 十三进的院子 我看头两斤 你呢 从第三进开始看 到了第三层院子这儿 你瞧就二立 还是跟那天一样 咱们无必细说 老爷子 我睡哪儿了 你就睡这西乡房子 差不差 把水都给你准备好了 晚上你出来看着 别闹个贼就行 但是有一点 我出去 我可锁门 你干啥锁门呢 不是为了防你 怕闹贼 哎呀 您锁吧 跟我那都没关系了 这都安排好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 老头梳洗礼壁 梳头啊 洗脸啊 拿整理整理 穿戴好的衣服 来到第三层院子这儿 一推这门 门分左右 一看大胖子 用大里边儿 就扑过来 老头往旁边一闪 这啪的哭哭 摔脑在地 仰面朝天 老头一看 轻敲流血 是面目争鸣 哎呀 老头又看得很轻 你有亏心事儿 赶紧打个人吧 找棺材 薄皮的棺材 死尸王里一放 这还不行 这太好放不进去 这这两棺材 拼一块才行 到棺材公 找贵的乐坏 没有老爷子 谢这人照顾买的呀 别废话 赶紧都弄好了 找土主 找家眷 该给人家多少钱 给人家多少钱 把这事儿都给平了 老头又来喝茶 往这一坐 这伙计都过来了 那也得给人续上 跟您这么说 大大心细 没干过灰心事儿 为人善良的 没劲儿找钱 我还没说呢 那是您一会儿就得说 你给我尝一尝 我哪儿都能说去 您听大伙说了 说您那个凶宅 谁说的凶宅 我们的是把这个民宅的开 帮我民宅不民宅 哎哼哼 死俩了已经 帮我找找 哎哈嘞 我就忙笑 老头在这自己喝茶 大概其按现在这一点来说 过了这五分钟 一看牛打外头 早进来一个小伙子 那小伙子武官端正 但是挺瘦 进来这愁眉不胆 哀声叹息 唉 让你尽叫大伙子 活家 哎 乐华 来啦 啊 给我起一壶高岁嘞 高岁 就是长一岁 给我起一壶高岁嘞 哎 啥气嘞 你看 就这几天没找到活 哎 没呢 哎 你早晨就出来 到现在都没找到活 你说怎么弄 哎 媳妇在家等着我吃饭呢 昨天就半饱了 他也不耐着不好干 这样吧 等他 啊 心里一会就来活他 哎 但愿不走 我忙去 这老头在这把刚才这奔意话 全听见了 老头看都看这小伙子 无关的种 看这为人挺伤 小伙子 来来来 这边来 坐这儿 伙计赶紧过来了 哎 什么你别过去 那个 嗯 这几个眼儿 这小伙子不知道什么原因 哎 你 你拦着他干嘛呀 你让他过来 那得 你过去吧 再让他干嘛 你可别硬啊 哎 小伙子坐在老头对面 老头又看了看这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张 都管我叫张小姨 哦 张小姨 今天多大了 哎 多大了 二十七了 干什么工作 哎 你强人说啊 你还工作啊 你还有什么工作呗 你干什么苦活呗 谁找就什么 去谁家 没有正经营生 哦 今天生意怎么样 哎 其实哪有生意啊 我刚说了嘛 从早晨到现在 什么活都没有 还不知道晚上吃什么 哦 家里几口人呢 我跟我媳妇儿两个人 有孩子吗 嘿 瞧见说 媳妇儿都快饿死了 还有孩子呢 拿什么养活呀 没钱养活孩子 那阵子 养活孩子都困难 现在养活一孩子 也够要养 你说这一个月 不挣一万块钱 都很难养活一小孩 喝奶就是一个问题 那喝奶粉呢 奶粉还得喝镜头奶粉 咱就 国内也喝不了 喝完小孩 智商 变得有问题 以后都得说下去 啥子 所以养活孩子 不是一个容易生 我们两头子都快吃不上 喝不上了 哪有精力 还养活孩子呀 哎 你要是生意好 能挣多少钱呢 哎 生意好 反正三四天 给人玩的命干 挣一掉钱 三四天玩的命 卖力气 才挣一掉钱呢 谁说不是呢 小伙子 现在有这么个事儿 一天挣脸一掉钱 一个月二年银赠 你愿意去吗 真的 嘿 哎哟 我说老爷子 真要有这些人可救了我 我太愿意去了 好 我干嘛呀 没别的事儿 就是看看院子 而且是晚上看 白天你乐意干嘛干嘛 回家休息 到晚上天一擦风 你就去看这宅子 有什么力气活没有 没有 就是看院子 好 老爷子 一天两掉钱 一个月二年银赠 对 要这么说呀 这事儿 我赢了 好 好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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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 皮股无头 头一回 这当初 我师父郭德纲先生在天桥 那边还没火呢 那边没火 有的时候他也出来说出 那边手下就那么几个人 没有现在说这一帮一帮 那边就是云子 现在网上有他当初在天桥时候说出的母音 什么 皮肤胡同啊 什么 桃花女破周公啊 黄金梦啊 都是内部之后 他这个皮肤胡同还是不错 他说是拔个布 实际上就是北京的实事儿 据老人讲 确实真有这么一大的事儿 北京有几个熏斋 离这儿不远 胡我不远 熏斋 啊 究竟熏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 天天晚上在这儿演出走 也没看到什么 就是台上老有只猫啊 在这儿流过去 别的事儿没预见什么 我说是不是那个猫妖啊 就说天天那这儿一坟地 有老头天天砍坟去 拿砖当当早前 一系列的传说 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传统故事里头 胡广会馆有这么一段 北京四个熏斋七案 啊 现在呢就保留下来啊 一个就是皮肤不重 还有一个就是胡广会馆 还有别的就没了 离这儿不远呢 朝外 朝外呢是多少号 我们离一个荒楼 就说那是一堆一楼 好多人还去拍照去 跟那楼合影灵念 拍完发到往上 说当初怎么闹鬼啊 别的地方都拆了 多一多平房 微房改造 这个楼呢是一个西式的建筑 这个施工队呢 拆这楼去去了十个人 结果这十个人就凭空消失了 究竟这十个人去哪儿了 谁也不知道 有人说从这儿进去 一直下过地下室 是一个密道 一直能听到团结胡美的 啊 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 咱们也不知道 我还是去过 我自己爬进去 我胆也小 我也没敢上地层 我也没敢去地下室 在一楼大厅里转了转 里头是没什么 除了十啊 就有十 还写一个进来者词 可能都是游客的 故意下午人流的 但是它有这么一个传书 就说北京的传说也不少 这个《皮股糊痛》呢 师傅是说了四回 我估计呢是两天的时间 因为它第二回就二十来分钟 第三回呢可能就三十来分钟 我呢把这《皮股糊痛》继承下来 用两回的时间就能把它说完 因为《皮股糊痛》不是咱们的证书 以为咱们的证书贴的是《闹阳洲》 也叫《火烧金光寺》 也得把它说完 现在我说这《闹阳洲》啊 说的有点没什么兴致 因为在天桥啊 但是从头说的 说了马上就热到地儿 今后摸到这儿来了 摸到这儿来了得从头再说呀 可能就把前一段时间的书 再从说一遍 你想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这一部书说领回 还谁都够呛 但是呢也得把它说完 刚才这个《皮股糊痛》 这算是抬照 也得郭麒麟呢 来得也晚 不知道他是跟着凑个呢 签名在那儿 还是干啥的 一会儿我们都得去 也得找个签名 他书的书有的挺好 刚才他说了《话说北京》 这是一个不错的书 真要是钢丝们可以拿着看一看 里边挺有意思 都是一些小校园啊 小故事什么的 接着我给您说这段《闹阳洲》 这是我师爷金文生先生 教给我的段子 是《阳洲平幻》 原处叫《沃森传》 是民国的武侠小说 但是说不完 书是两本 我们呢 可能就说半本 以为后本太邪乎了 一纵身飞天上 这都有 不好缝 我们就剪其中的一个片段书 这人来的也不多 这我估计都是刚签完名回来 书好看吗 好看 我们还没看 据说就是自传 然后是什么呢 散文啊 人都有 还真行 小胖子学得见长 人家散文 人家散文 哈哈 这个好事 自传 我就盼着他出点文本什么的 他当初在山东录了一套水谷 这是已经整理出来了 出版社在跟他严阻这个 我们等着这书的出现 一会儿我就去抢购这书去 我们也好意思找个药 给我们一本了 他别人都能抠 你真能给吗 也得买 我们还得自己买笔 让他签子上 我们都是送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书挺好 它还挺厚 封皮还挺帅 这个闲眼少须 今天做的 可能是鸡脚搭搭哪儿哪儿都有 哪儿是最头里 就头里这个就是 玩我看我 玩我看我 杨岡翔在台上 人家根本就不看 就一直在玩这iPad 弄杨岡翔自杀的情况 哈哈哈哈 哈哈 自杀了我们看 哈哈哈哈 杨岡许死去 一会儿下个人 鼓起来鼓起来鼓起来 还没到呢 我一个人说一个小时 我这个 我这个皮肤不断 今天就准备了头一回 头一回我师父说了四十分钟 我呢说了半个钟头 那一会儿再去还能再改个签出吗 啊 一会儿再去 还能改个签出吗 能改个签出吗 能改个签出走呢 哈哈 能改 嗨 反正在这演出的时候 我们感觉他也给不起啊 呵呵 你让你师父过来说点单口呗 嗨 我们得给他留饭 哈哈哈哈 好 好 对 我们这评书啊 学的还不了价格 啊 叫真纯说故事啊 听的人是真少 杨岡翔是纯说故事 还说一个特有主要的故事 啊特小真儿 稀罕严厉 什么破书呢 这个 这不自杀吗 呵呵 这个刚出 说书老先生很少有人感动这书 他问 一口前喝 大脑袋还戴一点镜子 啊 他写故事情节 但是说 说个真事儿 自己都不信 我工具 他弄得人家纸盘iPad 哈哈 好意思天天摆 哈哈哈哈 这是把小文不敢厄罪他 他是四队队长 厄罪他 我们厂少了这款饭吃 真是是 玩笑 啊 咱们接着说这个 闹羊舟 一个小时呢 啊 皮股不痛 还不止情节就这么多 你真四十分钟 我也能往俩小时上说 但是就太无聊了 老头一进来 看了看周围的布局 哦 还有墙的 太欺骗了 哈哈 可在平肤里面 艺术现在就飞入 您可着全中国 您叫着名的 当代的平肤演员 您各位熟 超过五位 其实很多 像咱们北京的 圆阔城阔 那在平肤街 当今的平肤街 是泰山北冷室的人 人家是正宗的平书门 因为家里头都是说书 人家拜师也不拜这个自己家里人 人家单有师父就是规矩 没有说拜自己家里人的 我爸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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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说 娶媳妇你怎么知道 娶媳妇 这 没这规矩 你说东北 善天刚先生 田连元先生 刘兰芳 这都是大家 北京的什么 连立如 连老派 这也是北京平肤街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天员 天津呢 刘立如先生 金文生先生 也就这些人 再说中年 就是什么张绍朵 那说的艾天草 再往下 就是我师父啊 这些人物 他们再往下 这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行是王府当下号 您也别笑真 也别当真的听 那这一下午得对得起您这票钱 最起码卖的力气是真的 尤其我这正常还是从小学的评书 我下面都没学过 从小学的评书 没学过长书 都学的小单段小片段 在天津学 后来到北京 来这儿 应聘也算是 那这儿也不被应聘 没蹭票钱 这是一个月生活费呢 六百块钱 得人设一张票 那这儿是二十块钱的财 这作者天天来说 蛇不得听啊 二十块钱 天天挺 一个月六百 我还吃饭呢 在学校 我想那怎么办 我就蒙后台呗 整个点高峰在白头 高峰认得多 我们一块在天津说些话 一块儿玩 那是在天津茶馆里说 一个月挣五十块钱 一个月挣五十 你要说 那就很兴奋的已经 起码公众找家里要掐了 一个月挣五十 有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 那这儿 学校同学 搓的一个茶馆 我们那这儿 里头是一个唱白派精蕴的男生 啊 男的唱白派 拿你门门门 这个人叫 玉慧江 好嘛 我们也关店去 跟这么一个团 当人我爱高峰嘛 还有现在那里名女 都在一块儿玩呗 一个月挣五十块钱 天天说起来 累死累活 有时我们这唱经运的男士 还拖欠工资 他还不给 没办法 那边就是玩 哎呀我说这不高峰嘛 哎呀你怎么来呢 带后台去 啊 一聊天 跟郭老师一聊 郭老师以前还听说过我 你学学语书 得得你说一段吧 说了一段展花雄 挺早就留下了 啊 天天到后台蹭乡上 一直到现在 后来拜了他的西河门 他没有评书门 他是西河门 因为我们的师爷金文生先生 是西河门 跟他学评书 后来又学相声啊 学一些戏啊 饭啊什么的 啊 所以说这门艺术现在不好搞 尤其年轻人说书 谁信呢 说我们再经历的事多 再怎么飘啊 再怎么着 底下毕竟上岁 没人的经验丰富 只能把这个故事呢 给您讲的完美一点 让您尽量都能挑出破绽 这就挺好 您要非挑破绽 您就挑黄金梦的破绽 哈哈哈哈 大小屁孩儿 经过什么呀 温室长大的花国 好带一个蓝眼镜子 给您说书了去 哈哈哈哈 也就是您捧 热在天津的老头儿 我能给他拿出来 哈哈哈哈 你都八十六岁 他一小屁孩儿 温室长大的花国 他都呼吹了 给您说书 讲金比武 哎呀 哈哈哈哈 把园子给砸了 这就是 大伙儿捧 捧得越热 捧这门艺术 支持着我们听 我们也就好好给人说 也研究着大伙儿喜欢听什么呢 我们就尽量满足 师父就跟我们说 你们得问观众 观众喜欢听什么 观众喜欢听什么 你非给人讲政治 男人肯定不乐意听你 来研究我 我爱听鬼的 我尽量 什么 我们邀请有个约会 什么 我们邀请有个约会 你把你偷出来 偷偷不出来 偷偷不出来 偷出来那个好 我师父的书 我完全说 都在一个柜子里锁着 我师娘总不知道 那天石鹿出房间 看我师父站边上找东西 我师娘总 哎呀 何康 你今儿还有个柜子呢 哎呀 我都不知道 你竟别别的吧 不知道 你为金蜂藏交路 柜子 他那个资料都在一个小柜子里锁着 我的邀请有个柜子 他自己也创作 自己整理 我是真没听过 他就是 达了五年前就许给人了 达了五年前就许给人了 我的邀请有个约会 五年前也说交给我 我一直等到现在 他也没交 这还老你也能 我师父一大自自 他说的话 嗨 不过确实 他最近整理这个 整理这个 这都是大签的书馆 大签的书馆 大签的书馆 大家可以说 今年 他要是有工夫的话 会给您说 但是肯定百分之百 你看去年那个 张广泰 他之前也没说 这个抽笼子 也说了几天 这就是很不容易 他会抽出一段时间 给大手演一些 传统的评书 或者什么 当初相声之类的东西 我们是希望他说书 因为他说书 在年轻这位板里头 确实是好 有他的独到之处 因为一些名家 他都碰上了 天津的刘立夫先生 老婆现在都九十了 已经不出来说了 刘立夫先生 年轻在地上说书的时候 我是赶上了 天津说隋唐好的 老先生叫孙锦龙 可连录音都没有 一张嘴满口的大天津花 把这种隋唐传给他了 十年前就给我教过 别人真交给我一段 交给我一段 武建章骂店 还给我录个小录音 我按他那个小录音 咱们闲言少许 书会整个 再听闲言 闲言就不少了 咱们上次说这个闹阳钟啊 说到哪儿 也不用道书了啊 肯定这朋友们都听过这个书了 当时我识别新闻生先生在德文书馆说的时候 打炮锅就是闹阳钟 打炮锅什么意思 每到一个生地方 到这儿首演的节目 这叫打炮锅 都是自己压箱底儿的 咱们上次正说到 笑灭烈烈烈佛广真 带着九个和尚来杀武燕恒 这多么惨烈 武燕恒一时大意 让和尚大的腿给折了 哈哈 杀下来一个也走不掉 武燕恒是好人的 自己有困难 跟徒弟们说 你们都走吧 别等死了 徒弟们都跪下来 我们都退步 哈哈 死活不活 喝上来 一个也走不了 武燕恒一闭眼 今天屋里老好少少 这几十口子 非死不可 就我这帮土弟绑到一块 也大不了人家笑灭 没得佛广真哪 那真悲 唉 吴燕恒长叹一声 从和尚共动手 和尚 你来看 这是我媳妇 这是我儿子 她叫吴三渊 剩下这点她 都是我的徒弟 和尚 听明白 这些徒弟跟我无情无故 老话说得好 树打无狐孙散 我都取了 让你给打了 我这些徒弟就各奔东西了 和尚 看在老熊的坡面上 把我这些徒弟都放了 我们一家三口 我老伴 还有我的儿 摆在你的面前 任你处置 和尚 你说我们一家三口 你先杀神吧 和尚想着想 弥徒 弥徒 看着你仰不三味 压就仰不上 这小子怎么得闹死 俗话说得好 杀草必出根 杀人全不能留后患 你 拿手一只能三味 小孩不得十五岁更悲 十五岁的孩子 你不能下白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吴彥徒惨笑一声 和尚 我一猜你就得说我儿子 这叫掌草除根 不留后患 好 好 儿子 爹 确实 站和尚面前 让和尚的女儿 拍死 把眼一闭 为什么这么说 弧毒不食子 当爹的让儿子去 让和尚把他拍死 可现在人谁也做不到 要不如胡彦恒是好点的 我儿老公 赴了这些头领 斗 死他一个 就得好几十号 这事儿直了 再有一个 看看我儿的胆子怎么样 我这一辈子创丧教 五八立义教授 五胎派四当家 我没怕过谁 要不是一师大义 和尚想大伤我 门儿都没了 还能听 看看我儿像不像我一样 如果说跪到和尚面前 要命吧 我一把针就把他拍死 所以他想试试他 哈儿啊 去 让和尚把你 不开死 话就说不出来 仰勒就瞎 老伴在旁边 哇就出了 一把六到五三门的抱着 哈儿啊你可憋气 把吴彦恒给欠了 撕倒人家 闪开 告别 降门无子 一点儿都不见 再看小孩儿 三年儿十五岁的孩子 还那个郭麒麟大人 真有行气的干费 败不来都喝着羹钱 熊出一天 全都一坐 俩人一蹬 这跪下羞饶 没有 那意思 来吧 绝不给你跪下 他把小便明来佛格乐货 伸手滑了 唱起三千四百斤的独角通人昂书 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小娃娃 小孽娃 小孽娃 我今天就打死你 哈 哎 老婆 开庭 按下 小儿子 全都看着 我眼疼都闭上眼睛了 老婆子 糊糊就坐那儿 放上他 这些徒弟 干着急啊 没办法 能力不行啊 倒不了师父师弟 八眼一闭 就当那儿 啪 然后再也不喝豆腐闹了 真要拍上 这三五三元 非死不可 这要说神怪书就好吧 老婆太别了 没事 我两个儿子弄一只仙客 切仙生菜药去 那些南极子 还能往外撕 跟南极子再打一会儿 倒来个草药 让黄河狼给倒走了 再追黄河狼去 一个月的书就能说出来 咱就不是神怪 真要拍上 说书的都救出了 老婆太别 眼看就拍 就看这门 门就开 有大外头 冲进来好几十个 全是老百姓 老百姓就怕和尚来负仇 马上来了 一看和尚真来了 他们一个和尚 他们一个徒律 你不吓人呐 你说得好 给我老爷子三天的时间 这还没到完成 你就得寻仇 幸亏我们来了 和尚 你说怎么回事 众弄满屏 群众的力量太大 说实在这部分 说哪儿欺负的老百姓 没人不喊 只要群众团结起来 来一个小游行 那全解决了 老百姓这一来 算了无间的旧 和尚大电路跳出圈外 迷途 哈哈哈哈 诸位相信 我是跟古老英雄 开个小玩笑 哈哈哈哈 有什么开玩笑的 都在拍死了 还开玩笑呢 贫僧 干死 带着几个和尚走 临走的时候 看人眼无眼痕 拉屁股 等着瞧 和尚走 唉 姑娘们这心都放下了 噢 擦了擦了 再看吴赛门 傻了 钻着拳 噢 多谢 多谢 多谢作为相亲 不幸不幸不幸 老爷子 您别在这儿住着了 您在这儿住着 和尚还有人来找您呢 您去我的家住个家 咱是大无大若微 我没有窝口咸菜管够您哪 有我们吃的 就有您吃的 老爷子 走 吴赢 白了白手 我奔去呀 我这一去 给各位签吧 和尚也讨不了你们哪 嗨 老爷子 瞧您说吧 你 和尚是石头 我们是鸡蛋 我们就碰他 别看我们碎了 可以帮陪你是个王子 老爷子 您放心吧 您就跟我们去 我们保护您 嗨 出来 我不能给大伙贴麻烦 各位 老百姓给你来 吴彦恒感动怀疑 您得听明白 吴彦恒现在是什么状态 本来是当地大财主 省区一直 家里有的事情 金山银山东西银山 那个时候人要来他们家 哎呀我跟他说我们一定管 很正常 各位 我眼红是什么状态 腿让人打瘸了 一分钱都没有 马上就要让人打死了 在床上他们呀 老百姓还过来 你有什么事跟我们说吧 这叫雪中速碳 您想吧 人这一辈子呀 就是这样 锦上天花肚 雪中速碳的手 穷在闹市 无人奔 富在深山可永远清 那阵郭德纲 刚来北京 多群哪 一分钱都没有 卖币鸡 币鸡 币鸡 卖这个 换馆头吃 真有这时候 在华盛飞条 市里河呢 我去听过 那阵 我在天津安上学校 听过北京 有一个多多刚 像的不错 听见更好多 还是他的一个专长 后台的冷清劲就甭提了 就那么几个人 下边的观众 可能也就比今天多点有限 很惨 哎 出名 好家伙 05年吧 05年火了 各大媒体 各个报纸 大报小报 厕所都贴着 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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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杆子拿不着的人都来了 小学同学 幼儿园同班 都来了 这叫什么呀 锦上天花 他不行的时候怎么不来呢 人清冷暖 事太严良 这成员本 老了就纵横了 好 各位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因味道伤心处 老头奔七十 啊 哭 多谢各位啊 多谢各位 我说什么也不能给大伙儿添麻的 和尚不是说了吗 给我三天的时间 扬州城里头不许见到我 扬州城哪儿见我 哪儿宰我 我就不在扬州城里了 扬州城哪儿 有个土地庙 主位 帮帮帮帮 这庙打扫打扫 实都实的 我们这一家人哪 住这土地庙 说什么我也不能去大伙儿的家呀 不能给你们添麻痕的 大伙儿你看 吴彦恒说到这种程度了 来来 老爷子 那我都不帮您收拾土地庙去 第一 吴彦恒说死了也不去人家 第二 大伙儿也得颠颠颠颠给分量 也怕得着马上来杀 那谁也看不住 帮土地庙大伙儿忙我 时都好了 送被子送被子 送木子送米送面子 哎呦 这个小破家还真温暖 吴彦恒泄露众人 把大伙儿拿着走 屋里头就剩下这些徒弟 还有儿子吴三元 在家伙伴 吴彦恒看看大伙儿 诸位 唉 快黑了 这天一黑呀 和尚准还得来寻仇啊 和尚一来 我们一家三号是非死无可 谁救也救不了他 你们赶紧走吧 别在这儿等死了 啊 各奔东西 总会为师父能啊 保护不了你们了 走 土地的画都空成一个 恨自己呀 平常练练 多好啊 妙盖着灵堂的画位 土地可都空 但是 有一个土地 不空 谁啊 傻了 咱前文书说了 胡言峰两个土地 啊 两个傻土地 一个大傻的王九龙 大傻的王九龙 傻子 啊 你好说相对 王九龙 头一回就让和尚一张 把肚子给大窜死了 还有一个同地 二傻子 这可是真傻 这是无厌房从外走捡了回来的一个孤儿 从小养到大 大傻子 犯天喜 傻到什么程度 吃饭 不知道鸡饱 睡觉 不知道颠倒 你这老百命吗 杀到这种程度 别哭你多哭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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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哭什么呀 是不是让人打了 能不哭吗 打了 我说人抬着黑人去 梵天玺这一说话 别人没怎么样 这么大了把他们一个教授 和他们坚围打了一个冷战 一鱼海下迎战 这心啊 就跟刀子炸的一样 看不看这些徒弟 我死了 他们没什么 有能力 有功夫 去哪都能混乱放射 唯独这傻子 梵天玺那是我捡婚的不过人看 傻子 我死了谁管他呀 他们也得饿死了 这帮徒弟管他 自己都管不了谁能够一个傻子呀 大傻子犯的还这么大 哎呀 儿啊 别的徒弟都叫徒弟 没什么傻子叫儿 当我的儿啊 都疼这个弱小的 谁不行老子宠谁 儿啊 我来 天玺我儿了 眼前来 天玺我儿尽前来 哎 师父 你不知道嗎 我忘了 唉 和尚晚上要來殺威師 還有你師娘你師弟都難逃一次吧 大伙保不了我們 所以哭啊 孩兒啊 在看威師最後一眼吧 明天天一亮 你要再想見威師啊 可就師弟登天咯 好好看看師父吧 師父 讓和尚來的大和尚 孩兒啊 威師的腿讓和尚給打斷了 我說的呢 那他們對什麼苦啊 不是說的吧 和尚晚上要來殺威師啊 那你打頭什麼啊 威師的腿讓和尚給打斷了 哦 那他們幹嘛苦啊 哎呀 和尚晚上要來殺是嗎 你打頭什麼 腿斷了嗎 我說的 哎 你可他們都為什麼苦 哎呀 可把無焉粉給激壞了 這傻子他不懂啊 太真假了 拜太龍碎了 怕腿為什麼能斷 骨骼是怎麼回事兒 大哥和尚能打和尚怎麼來 為什麼要替光頭 和尚怎麼見骨子就跑 哎呀這一套啊 好家伙 屎開蛋頭了 這一套 傻子總算明白了 哈 吳彥恒喊都嚇了 跟和尚打都沒費這麼大勁 給你講費了勁 以為范天夕夜裡哭吶 傻子沒有壞心眼 心醉失誠 但是做夢也沒想到 傻小的范天夕是仰天大小 哈哈哈哈 拿手一指吳彥恒 你個老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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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嗎讓我三元兄弟跟你營花等死了 你等死喝這杯殺的人 我喝這五百香來了 你讓他跑啊 各位 老龍正在沙灘水一句話 癲醒夢中的人 你讓他跑啊 老龍正在沙灘水一句話 你說你拔比喻教授能不能能的 你朋友能不能多 你讓他找去 你那麼多朋友 就沒有能搭得了喝酒的 你讓我三元兄弟跑 找一個臨時學能的 學成以後我來搭喝酒 聽你報仇啊 你個老混蛋啊 這不 你說這話 我也很壓得千斤亮啊 唉呀 真想抽自己倆嘴巴 我還不如一個傻子呢 拿走一隻 吳三文兒 兒兒兒趕緊過來 你傻哥哥磕頭啊 顯得救命之恩 吳彦恒是蒙助人 他也是真棒 確實有高人 江湖五大門派 吳彦恒是五胎派四當家 其中五胎派 最厲害的就是魯二 老二有一個外號 鎮三山下午月 膽浪 無私股 見仇物鐵打的神人 他叫陶謙 這個陶謙可是太有能力了 在這套書裡頭 各位江湖上一提起來陶謙 誰不害怕 那麼大的江湖 沒有人敢提陶謙倆字兒 那跟吳彦恒關係太好了 莫逆之交啊 吳彦恒一時猛住了 把自己二師兄給罷了 別看都是二師兄 有的那二師兄是真犯頭 天上弄貼了很多天 有的二師兄可是真有本事啊 吳彦恒一多久 我怎麼把他給罵了 掏錢 您聽這白號 鎮三山 俠五月 趕納無私 骨一見仇 骨一見仇 骨一見了他都害怕 鐵打的神人 刀槍不入 但是容易一點 他沒練過用氣功 沒練過用氣功 怎麼能刀槍不入 他有你們特殊的功夫 咱們後文書再講 陶謙是太有本事 槍詐一個白點兒 刀砍一個白點兒 真有能力 孩兒啊 鋼金 拿紙來 把紙擺上來 再看吳彦恒 刻薄中指 刷刷一臉 寫下血書 把這經過全寫在這張信上 孩兒啊 你拿著他 趕本直逼大名符 找你二大爺 你二大爺叫唐謙 他有一個唐家寨 三十六座大寨 七十二座小寨 一百零八寨 你把這信交給他 孩兒啊孩兒你可記住咯 沒見到你二大爺 這封信你可誰都別給呀 直立大名符找陶謙 跟他學能耐 學成了能耐 你回來大和尚替微父報仇啊 爹 我走了 那為什麼要殺人怎麼辦呢 孩兒啊 哈哈哈哈 你多慮了 你只要一逃 那消滅 你的佛廣真他絕對不敢來呀 為什麼呀 斬草出根 他必須得先把你宰了 才能殺微父我呀 你要是不死我的孩兒啊 微父我就死不了啊 趁現在趕緊走 一定要小心啊 別讓和尚們你給打壓住啊 爹 您放心我記住了 直立大名符 找我二大爺偷籤 學成了能耐 回來欺負幫仇 爹 我走 學成了 我哭哭哭 故意擋帶地 爛 給胡彦恒 嗑了三個想頭 站起來 又給自己母親 嗑了三個想頭 老太太是老淚總橫 哪兒啊哪兒啊 你這一走 你可就吃得苦了 你可在外頭自己 照顧自己呀 娘 你啊 你放心吧 我學咱們內心 我回來了 找不了喝酒 那害得咱們加白人吧 孩兒啊 快走吧 哎 五三關站起來 沾了沾眼淚 慢慢就走 剛走到大門口這兒 回頭又看了看 你看自己的父親 各位就這麼大的 大名的教授 我眼睛 歪著腦袋 看著自己的兒子 就這個場景誰也受不了 再跑五三關 把一聲就呼出來了 噔噔噔噔噔 又跑回來 啪的要從火圍上 放生痛哭 啊 爹呀 你可要多落倒中 而我走了 又給眾師兄弟們磕頭 我走了 他活兒費心 照顧我爹我娘吧 三位兄弟 失戀 你放心吧 好學對不對 回來忘愁 哎 多謝多謝了 這只父親傻子翻天喜說話 別放心 你走吧 趕緊 喝著逮住你就麻煩了 他們以後出去 床間 挣個錢拿家裡來 我攤家 我照顧師父師娘 兄弟你就放心去吧 吳三遠走 家裡頭就是半天喜看著 要沒有半天喜 老頭老太太早就死了 這是閒話不提 各位 大方給湊了點錢 出門從揚州 趕奔直立大明府 直立大明府 是現在的河北省啊 那邊沒有火車沒有汽車 也就是馬車 但是現在他們家過到這種程度 不馬車 不可能 全得拿推走著去 大方湊了文賓三十兩 割了一個小包兒 孩子們這錢放到懷裡 又看了看爹 瞧了瞧瞧 老兩頭 養著瞎 唉 三國一丁 咬一我腳 轉身就走 各位也是老天睜眼 和聲一時樹 就放逃了一個吳三國兒 家裡 小孩兒吳三文 這一路之上可就不容易 這吳三文咱得交代一下 從小那是溫市裡長大的花朵 揚州城都沒出去過 東南西北不知道 真出揚州城是倆人又黑 直立大明府河北省 又該奔北走 小孩兒沒出過門啊 直接破江奔南去了 哪現在的鎮江 到了鎮江的小孩兒 還沒倒走的隊友 一步一步往前走 仰看太陽就落山了 各位 我也從這一出揚州城 才惹出一場殺生 大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今天就結束 待會兒就是過去北京奉三國 一個黃金鳳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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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